记者从民航湖北空管分局获悉 当今世界上仍在服役的最重最大的直升机米26 即将从湖北调机前往郑州参与救援 目前正在等待起飞通知 计划从湖北先逃飞往郑州 米26直升机是当今世界上最大最重的直升机 全中国只有4架 该机的机舱内载和舱外外挂质量均可达20吨 与美国C130运输机载荷能力相当 20吨载重量能拉5头大象 当灾难来临 它就是第一时间逛进灾区的高空雄鹰 目前离灾区最近的一架直升机在湖北先逃 2008年5月 在汶川大地震的救援抢险中 就是频繁使用该机调运大型工程设备 到镇区实施燕赛湖的挖掘输浚工程 在预防次生灾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米26还是联合国执行为和任务的直升机机种之一 据悉 武汉市消防支队传来消息 150余名驻汉消防员 奉命携带抢险救援设备已赶往郑州救援 武汉蓝天救援队传来消息 应河南蓝天救援队请求 10名武汉蓝天救援队员携带两艘冲锋舟 10套激流救援装备 6套福利马甲等救援设备 驾车从武汉出发 赶赴郑州配合救援 17生日市There bisa 17天命胡险尽 插BA 19igan engaged oppil 1923 mientras 感谢观看